国商日长假期即将到来 不少民众习惯以烧烤的方式来庆祝节日 不过您要计划烧烤 一定要注意买的热狗 是否在召回的范围之列 新兴纳提一家向全国热销热狗的公司 宣布自动召回热狗21万磅 因为食安检查部门担心 这些热狗可能含有金属片 这家名为John Morrell & Company的公司 生产的Nessence和Curtis牛肉热狗 和其他的产品 联邦农业部下属食品安全与检查部门怀疑 这家公司生产的热狗含有金属片 因为之前接到过三份投诉 消费者表示在热狗厂中吃到金属 这次召回的产品为Nessence无皮牛肉热狗 为14盎司包装 有效日期为2017年8月19号 另外有效时间到6月25号的16盎司 Curtis牛肉热狗也在召回之列 这些热狗在全美销售 这次召回量超过21万磅 也于国商节长周末 被视为美国民众烧烤季的开始 因此许多民众会在这个周末 举办派对来一起过节 这些热狗在这些热狗中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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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狗